地产代理行业虽然是传统的行业,但随着资讯科技的发展,行业也需要与时并进。配合资讯科技的应用及创新求变的思维,才能够突围而出。 加上做到人无我友,人有我友,提升自身的竞争力,就是胜负的关键。现时地产代理行业都运用不少资讯科技协助工作。在数据及资讯方面,地产代理可以透过互联网及房地产平台等,准确及快速地将信息传递给客人,达到宣传及吸纳客人的效果。 同时,由于信息透明度提升,客户可以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,避免因地产代理夸大的延迟而作出错误的决定。 受到修例风波及新冠疫情的冲击,香港过去两年经济大幅下滑,失业率更急升,复苏经济是当务之急,只要经济能够重回正轨,雇主及市民的生活就会渐渐好起来。 金融及地产是香港的经济支柱。近期港股市场向好,个别市民及公司财富已经增长。 如果地产行业同样得到支持,对香港的整体经济必定带来正面作用。 多年来不少地产行业专家呼吁政府透过楼市减辣,促使房地产可以活跃起来以刺激经济。 不过减辣二字反而令政府却步,因为担心减辣会令楼价再次上升成为罪人。 现时政府处于两难局面。 何不将减辣稍作修正? 将其优化。针对楼价的辣椒已经推出超过十年。不者认为是合适时间将其优化。 建议将额外印花税,SSD,由三年改为一年,针对外国人的买家印花税,BSD,暂时可以不变。 但如果需要加强房地产对经济的帮助,可以考虑将BSD的30%税率,减为15%的税率,重架印花税的第二套房的15%税率改为标准税率的双倍印花税,DSD。 政府针对房地产的手段可以作调整。 优化辣椒能够撥乱反正,绝对有机会成为优化房地产买卖交易的公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